搭乘捷運客運台鐵 接下來推出的北北基陶 雙北月票 通通能一卡搞定 通勤族樂見其成 還不錯又便宜 會買1280都買了 1200不買 中央首次推出 跨運距跨生活交通票 吸引更多族群搭乘大眾運輸 行政面預計在23號拍板 初步擬定雙北 現行1280月票 改成北北基陶 1200元月票 中張投南高平等生活圈 月票則在千元以內 寄出全新月票提升交通運量 但關鍵是運輸網絡是否健全 高雄捷運雖然憑Mango1499 定期票就能吃到飽 搭乘公車輕軌渡輪客運等 但尚未延伸到屏東台南 南部通勤族大部分以台鐵 作為交通運聚 至於南投連火車都沒有 公車搬次路線少 搭公車時間還是自行開車三倍 大眾運輸系統不普及 恐怕難搭汽機車 使用者轉移公共運輸效益 包括共享的電動摩托車 像WIMO 像Goshare 還有像Iran這種共享的小汽車 組合成不同的套裝 讓民眾有多元的選擇 學者點出與其補助交通費 不如改善交通建設 或增加營運班次 讓網絡健全提高便利性 自然使用率才會大幅提升 靜新網 劉沛婷 彭志華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